2027大年初二 除了给大家拜年 在聊点有意思的 大家好 大年初二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熊大运 发大财 那么今天作为虎年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必须得了点有意思的 那啥还是有意思呢 继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留言和评论 现在咱们先挨着来 这哥们说 志哥买了条重年重年登德 过年看厂房 这狗夜里就像哑巴一样 不看门 有动静小土狗都知道叫 他什么反应也没有 除了吃就是睡 见人没反应用 夜里有动静也没反应用 求解 我怎么跟他说回复的 我说恭喜 纯纯的纯种登德 我这句话多少是有点损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反正是有很多 像我的粉丝朋友 就给我反馈的一些问题是 这个东德是越来越多的东德 他不看门了 那么这个也是我一直认为的一个 登德西德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具体是咋回事呢 是吧 咱一会半会说不好 反正我个人认为是登德西德化的一个特件 第二个第二个是某宝上问我的 因为现在没有合适的士兵哥又全吗 他说生了跟我说一下咖啡色工 我说你到时候你多留意吧 是吧我哪记得过来啊啊 你这个问问让我说 你那个问问那么说 所以说我我只会通知什么样的人群呢 就是净金你交了净金 这说明你有一项购买了是吧 交了净金这是客户了 你就是交了净金 他都不移净到时候能不能养 对这个不可抗拒性因素太多了是吧 你何况你就是打个嘴炮 我就到时候通知你 这样的话真的 你这样的话你一连说不说 我哪怕我答应了我也不跟你说 我记不过来啊太多了这种情况 这个你好养了一只五个月大的德木 他现在后腿走路外八子插拐 知道我一下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那我我说一下德木大多数 普遍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是吧只能是让他尝试着补补盖 是吧你既然你养德木 你喜欢德木是吧 你就要包容他的所有是吧 喜欢他的好喜欢他的不好是吧 认可他的邮件也要包容他的缺减 我之前拍昆明犬那个视频嘛 是吧那有一个说警犬队估计是你家开的 一个视频下来不下雨三十个警犬队 这话子这啥 跟我一个哥们你就不能不回 他话说的都不通顺 还有一个留言的 对啊警犬退役都剁了绝育 这就是这这警犬退役都剁了绝育 请问哪里给多的哪里归境的啊 你警犬退役了做绝育 而且这哥们我当时跟他回复了啊 他说啊 因为他哥们领养过一个警犬 配了也不生啊 所以他认警 他认警犬都是绝育的啊 那么这个哥们是叫做 机床加工 那么通过这哥们的这个 呃 脑容量的水平 我是不是能断定 所有的机床加工的朋友 脑子都不太好使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我这样的不是要被骂死 对吧 所以有些人就拿着自己的无知 当真知 这很可怕的一个事啊 这哥们儿这个这个非常好 我那会儿非常好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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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流浪过那期视频吗 以后见到救助的就这么问 请问你之前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你是靠什么输入来维持现状 所有的捐赠都是用在猫股身上 还是你们挪到自己身上开销了 可以公开所有捐赠的账吗 你家人的开销与这些捐赠 都是有付挪用 这个非常好啊 一针见血 非常好 这这杜老师发给我的 想问一下金毛是不是不能上下楼器 对身器不好 杜老师回答 对对对背着上 这个 这不是愚蠢了 这不是愚蠢的愚蠢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我就不评价了 还有一个 我那个就是199那期视频分析流量股的又来吗 我当时说了有些良心的权势 那是吧 卖不掉有些会卖肉 是吧 比如说是我就 我就 我就养着 或者说是到处实在不行 我就送人就行了 然后我这边的一个哥们也是 他从来不卖肉 就是他那狗养到什么程度 他也不去卖肉 然后同行都笑话他 因为那哥们也犯狗 同行狗贩子都笑话他 真的 你有说 没法说 这哥们的留言是 有良心的权势 我卖不掉养着 羊毛处在羊身上 良心值的钱最后都变成你的客户购买时的沉默成本 个人繁殖 犬舍繁殖 不管高端极端什么端 都不是做慈善的 都是在主力 主力的方式不一样 没有高级贵贱之分 这个主力这里说的非常好 那我给他回复啊 卖不掉的狗 那是犬舍的问题 跟狗没有关系啊 而狗的价格不可能因为你所谓的那些成本 都价售价啊 按照你的理论 越是卖不掉的狗 其他狗卖的越贵 越是卖的贵 那其他狗就越是卖不掉 这就形成闭环了什么 这就简直就是个千财啊 而且犬肢的溢价率 我也拍过一期视频啊 当时是在周凯那拍的 还是流浪狗 救助流浪狗那些啊 救助流浪狗 一定要有盈利 这样才能长期下去 比如我们捐十块 只要有五块用在狗的身上就够了 不能太苛求救助人 因为他们也是人 也要生活 也有物质上的欲求 然后这哥们儿 就是刚才跟上一个 我说的是同一个哥们回复的啊 问题是你想用力 你想靠这个赚钱也不违法 但你为什么宣扬自己这种行为是 因为爱心 因为自己伟大 因为自己善良啊 为什么要去其他攻击 为什么要去攻击 其他犯狗收狗的人和狗肉行业 这个说的非常好 这个插烧饭这哥们说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吧 你不用他赚钱 但是你不要打着公益的旗号 不要把自己伪装出道德表 是吧 你不要去攻击人家 其他卖狗饭狗 呃 狗肉的那些那些群体 对不对 啊 还是流浪狗有来的那些视频啊 你看我 你看权硬的繁鞋子 我来打脸 控制繁殖宠物是从根源上下手 是问每年如果只有十万只宠物犬诞生 但是想想宠物犬的人有100万人 就会有90万人去领养 再者因为限制繁殖数量宠物犬物以稀为贵 售价便会很高 那么既可打压随意兴起想想宠物的私主 又可让私主想弃养时想到自己是花大钱买的 而舍不得弃养 进而转送领养 控制繁殖宠物第一步 重罚弃养威 流浪购某 剁绝育是接二三步 不要只想靠繁殖宠物赚钱 想想狗肉圈上多少宠物圈 这根本脑子就不好啊 真的这还用老写字 是不是港澳台的 如果他是港澳台的 那他脑子不好 那简直是太正常了 因为那地方你会发现脑子不好的人的几率比例 比我们大陆要多的多的多 我怎么给回复他 你可拉倒吧 从根源上控制是从哪里 不是繁殖 而是市场 市场不好 繁殖的自然就少了 是要控控制洋权的门槛 你的理论颇有意思 车祸多了 你不去增加 骑高驾驶员的水平 你还是去控制车企 让车企少生软车辆 最后我想问一下 你老人家是哪里人用的一手好字 这个就都这个更有意思了 你好 请问咱家能办斗柴的证书吗 我说买我的狗能办啊 对吧 这是这么回事 他买了个狗 想不给他办个斗柴证书 多花点钱 无所谓 就是想要这么个证 我就问他 你那狗啥颜色 我这就纯打闲聊啊 他说赤色量了多月 我说没值啊 是不是 我说你 我说你费这斤 你为什么不买个带证书的 他说小狗请喜欢 当时我没想 现在想了 好像办这个证书 挺费劲的 首先说明啊 办证书一点也不费劲 只是稍微有点麻烦 需要 需要拍一张照片提供点资料 其实也不麻烦 但是对于我这么一个懒癌的话 他确实有点麻烦 我说两个多月又不耽误办证书 他说为了买家办不了 所以想花点钱给他办个证 我说不提倡造假 还我这边可以出狗爸狗妈的制品照片 狗爸也有证书 但是卖家现在办不了 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狗妈是没有证书的 我说你这种办不了证书 起码是不是斗柴都没法确保 斗柴是肯定的 我都见过下载的时候你净的 你都见过啊 你见过他是斗柴 就是斗柴了 行业标准有行业标准 不是你认证的是吧 我说那肯定没啥办法办不了证书 狗爸的证书他给欺供了 但是没有狗妈 你看能想想办法吗 我这没这这没有办法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造假套证 他然后说套证的话 那得多少钱 然后把那个狗爸爸的证书 狗爹的证书是中八角的证书 我说我不卖证书 我只卖有证书的狗 他说啊好吧 那谢谢你 我就搞不懂你听他口音 口气还不差钱 多花点钱 无所谓 多花点钱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正常的狗 那是吧 你看 那我有斗柴的注册犬设 是吧 你多花点钱 你买个正常的狗 你不去你就不用去这么费劲了 是吧 你这样多费劲啊 你挨着他这是淘宝 挨着淘宝 嗯 卖豆柴的豆 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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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你击下掌 似的 你有有没有意思 所以我就一直有说 我就奉劝大家 你买一个带重书的狗 买个品香好点的狗 多花两毛钱 省下多少事啊 好 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 有点长 但是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 最后再祝大家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